招傭兵那不是来送分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泰 这一期的话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傭兵的教学 那么这一把的话傭兵比较惨啊 我们开局的话被屠夫秒追了 那么其实抓傭兵的话是无所谓的啊 我们傭兵的话就不怕他抓 然后自身带有这个铁屁股 还有一个这个就是 呃延迟伤害啊能够跑15秒 所以我们这就完全不怕他 然后这边的话红 红蝶肯定是想干嘛想 呃骗我又呼啊 然后想这个干扰我打我一刀 然后找找机会啊 那么咱们这番话直接交互外啊 交一个情况啊 但是你不要得寸进尺啊红迪 不然的话不要逼我啊 然后这话直接盖板干嘛 还要杀我那么好 你找家伙来给你杀来来来骗我一下好给他打 然后这边要打一刀好没关系 我们砸个头 这边砸了的话有点有点早了我感觉我怕大家砸不着啊 所以说直接下板 他没想到还能砸头砸到中了我们修机干嘛 还想抓我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不交互了啊 然后这边我们翻版 呃这边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很慢翻很奇怪 可能是个视角问题啊 这边快翻的话我觉得他不一定打得到我但是慢翻的话是一定能够打到我的这波确实很奇怪 那么对我修机的话才就一般不到就秒倒了 那么不过没有关系啊 我们接下来的话把我们操作用好一点 然后的话我们就是说 下一波千万不能再震慑了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没有震慑的话还能再跑15秒就不怕他的 然后这边的话 屠夫的话是失常啊直接去踢电机然后把电机踢掉 那么这个种情况下我们就想办要去溜起来了 那么红蝶的话赶回来好没关系啊 这边不怕他了 我们两户要交好一点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的话要想办法转的转点去好的好的位置啊 因为前面的话位置不太好那么直接弹个户弯弹我轰轰冲马桶冲到这个200一窗啊 这个位置的话是比较好的位置啊 去拉近位置的话不太好使得这边的话我们也会闪现但是后面像 队友报失常之后 然后 我们就不防了啊 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下啊或者他一波啊或是不弹了这边蹭下胡蝶啊 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贪了 老老实实 老老实实那啥老的话这边可能看红光是不是反绕我了看红光啊 他不着急的傻傻的他以为我也傻傻的啊 有点傻他这边的话慢翻然后的话我们转点去三板子位置啊 然后这边正好五扭八一盒那么回头一下身上有蝴蝶的话是不怕他的这个拉点的 所以不用怕他 那么他踩完板的时候让我们倒车倒车到这个窗户去啊 先把窗户去然后瞬间取消再快翻啊这边要记住啊 瞬间取消再快翻不然的话你肯定是倒着慢翻那么容易容易翻的慢啊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再翻一个再翻一个忽然跑到这一个这个三三板啊 然后的话中间这个板子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下板这时候不要贪了 尽可能去拖一会儿时间啊 那么这边的话他在他就跟我绕那么这是没关系啊我们的话就尽可能去延后时间因为电机感觉已经差不多了啊 然后的话我们绕圈圈绕 然后这个话直接翻啊不用怕这边都打不着啊这边的话肯定找不着的 我们再把这板子盖下来的话我们就准备看着他啊 不让他这个不让他飞那么这边的话我们转走拉走的往拉到这个终点站 因为这边的话感觉要死了 然后的话这边是三站是遗产机啊我们不想被我不想再被试藏一下 然后的话直接盖板啊这边的话然后他飞过来就给他飞如果说他飞过的话给他飞千万不要震慑的啊 陈蝴蝶他飞过来了啊飞过来好我们直接往市里走啊 这一波我们用我们的小搏面直接拉走然后电机的话就是拉到市里记住啊前面说过了 三站是遗产机说的话我们尽可能去拉走 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就能修开了然后尽可能拉走跑啊跑啊 这是注意的细节这时候溜不动的话细节很关键啊 还有开门站的话开门在我们这手里面有换啊怎么死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 那么这边的话挂上椅子了倒是然后这边的话三站过来已经过来啊有人给压力电机已经压好了 所以说完全不怕他的啊但是我们就千万不要死了遗产机如果说死了遗产机那么他吃场踢掉的话就很难受啊 那么最后还救下来然后扛一刀没扛到没关系直接开机啊 直接开机之后的话我们就直接死在一个角落就行了啊我们让他让他挂我需要挂很久啊 我们直接翻窗啊他这边还要追我好你好牛翻出去 然后我们这种来都弄然后来到左边啊准备准备现机自己不要漏鬼这时候你不需要漏啊你只需要死人老老实实在这个位置哎打死我好没关系哎他们在点终点门对不对我们这个位置挂你都要挂很久对不对你挂嘛对不对 所以说这时候你千万不要漏啊你就笨一点办法好了就笨办法好了因为他没有就幽闭恐惧啊 然后有幽闭恐惧的话我们这点文应该也是够的啊然后实在这边的话他挂的挂不上我们就投降了哦先发自然哈哈 好希望视频的话可以帮我点赞哦谢谢你们